跟大家分析最新上星期的资金流动情况 其实是否北水一面倒只是北水下来香港而没流走 有些实际数据给大家看 上星期三港股淨流入数字是57亿港元 但现在叠回周四流出是43亿 这个很明显的数据叠回来 其实我们看到北水有出亦有入 这个是引申我们看到整个股市是否真的一面唱好 是否真的游戏充天 这个我想大家非常留意 因为在现在我们整个大围经济里面的情况 会不会有人想在资产转换 或者在推高个市来引入一些散户 或者投资者成为一个接高科 而他们可以藉此当中赚取利益的一个最大的途径 大家必须要留意 对于其实有人问是否这个显示到 大陆是有部署退市呢 暂时我看的情况是未能够 就是确认是这么短时间就立刻退市 但大家绝对要留意 北水不会一面倒来香港 这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大家绝对要知道在当中过程里面 内地的一些投资者 或者内地的政权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希望 想藉着香港这个市场一方面走资去全世界 一方面藉着这个机会可以继续财富增值 让他们才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我们看看最近有一个最新的基金 将香港实际是首次移除一个评级名单 将香港撇除了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经济体系的一个名单 这个是令到香港的整个 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的发展 有一个很大的重创 如果万一北水完全撤离香港 香港其实是否再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甚至乎香港还有什么资金 可以去支撑着香港整个经济和金融市场 这是非常大的风险的 大家绝对要留心 刚才也说过的数据 KPMG 四大胡计思行公布了 在上一年十大IPO上市机构都是中资机构 显示了香港已经不是一个全球不同国家的企业 成为一个上市的一个好的地方 现在依靠的 无论是上市还是一些融资业务 都是依靠内地的企业为主 证明了香港能够再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越来越少的 我们看回刚才也说过 无论是北水还是一些上市业务 成为香港最主要的一个业务来源之外 其实中国和香港的经济关系 现在越来越密切了 现在看回整个香港的经济 依靠的都是金融业 或者一些内地企业的一些投资 如果内地经济万一崩溃的时候 香港绝对是骨牌式被牵连在内 现在看到内地企业 无论是大的企业 它的上还能力是越来越窄 越来越小 以及一些中小的企业结延倒闭 引伸到其实香港经济也会绝对被牵连 甚至乎成为下一波的骨牌效应 大家会问究竟北水而走 究竟背后是什麽原因 大家其实我们要留意一件事 现在早前讲过港股通 还是深港通 还是互港通 未来也会有债券通 究竟背后内地的资金 其实是否想值此去开放成为一个市场 或者途径扣入不同的美元资产 包括美国债券 或者不同的美元的投资产品 我相信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大 中国内地想藉着今次的国际投资 或者藉着香港的投资基地 将资金播种到不同的国家 特别是在美国内 是希望增加其影响力和谈判实力 大家绝对要留意 其实现在中国仍然是 美国全世界头两大国债市有人 当中背后引伸到 会否影响美国背后的经济实力 或者谈判实力 这个我想大家都要非常留意 那我想大家都可以留意下 究竟未来大陆高昌改变选举制度 会否影响 其实对于我们香港的一个经济 或者金融的地位 会有多大影响呢 首先大家要留意 如果万一整个选举制度的影响 改变了的话 影响的是整个社会波动性 大家看到 当社会不能够和平或者稳定的时候 其实国际很难对香港 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 或者投资体系是有信心 我想大家要留意 政治和经济是物不可分 现在我们看到整个选举制度 有机会很大的改变 和现在香港的自由民主的程度 日益严重下去的话 其实我想全球 无论是美国 欧美 和不同东南亚国家 对于香港 仍是有信心投资 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好 我们讲讲分析一下 香港的经济预测 刚才也讲过 内地的房地产有一个很严重 很大的泡沫危机 会否引伸到 无论香港的房地产 和香港的银行体系 都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呢 我相信 这里绝对有一定的关联性 大家要留意 在香港的房地产的价格 和现在香港的人的入息水平 和一个就业环境 是不成正比的 我们看回一个很明显的数据 以我2005年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月入都是一万左右 多些的人工 但是那时 可能买一层楼房 大约四五百尺的楼房 都行三百万至四百万左右 但是现在已经去到 可能接近八百万以上的 一个楼房的价格 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的人工 都是一万左右 其实显示了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现在香港人的购买力 是绝对不足以应付 现时的房地产 现在暂时我们香港看到 房地产得以稳固 最主要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的而且确 政府在控制着土地的供应 这是在影响很多市场上的核心需要 我们始终需要买房 需要居住的一些需要 第二我们也看到 内地仍然有很多人士来香港 去投资房地产 去保值他们的物业 保值他们的资产 这个仍然是在香港里面 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巩固的基础 第三我们也看到 其实类似内地的限购令 限卖令和限售令 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印花税 特别是额外印花税 限制着 即是在香港的投资者 不能够在短时间里面 去炒卖物业 我们又讲讲印花税 早前陈茂波公布到 投资的印花税要增加 特别是股票那方面增加 就立刻引起股市波动 即是大跌幾百点 第二天公布了之后 未来其实会不会陆续 有更多的印花税去增加呢 这个都是我们看到 才爷陈茂波有一个放领风先 但是我们重新 其实现在经济仍然是非常之差 亦都是疫情缘故和国际关系上 都未能够可以得到舒缓的情况下 现在贸然去加不同的印花税 只会加重无论是市民 还是企业的一个负担 背后是否能够可以令到 经济可以蓬勃呢 这个得不常失 引申到其实如果 如果陈茂波是为了想增加 政府的库房而去加不同的印花税 结果可能引来的就是更加多人的破产 或者企业的倒闭 令到印花税的增加 是不能够蓋过新讽税 和利得税所得到的损失 这个是绝对得不常失的